您这个编网的称号 从何而来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之前我参加过一个 世界纪录的一个项目 然后原先纪录是12瓶 后来我就把这个纪录给打破了 然后13瓶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这个用编开啤酒瓶 对 现在13瓶的纪录是它的 我们今天要通过三轮进行比拼 那么第一轮叫做速打一拉罐 现在我们的道具 大家看到了两边的桌子上 每一个桌子上都摆放了35瓶一拉罐 那么在最前方还单独的摆放一瓶 也就是说现在是一共71瓶 你们谁能够率先把这35瓶打掉地 然后最后一瓶也干掉 你就是在这个第一轮的比拼当中获胜 准备好了吗两位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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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打一拉罐 现在开始 起来 mem 台湾 quit 手 卡 现在看来我们小朋友有点快啊 自古英雄出少年 我看编网有点悬 平心静气往下比 一边一边打到底 好啊 好 好 好 继续 好 那第一轮 围场小神鞭算了获胜 第二轮呢 我们是高脚杯上放铃铛 第二轮高脚杯上放铃铛 限时五分钟 在高脚杯不动的情况下 打掉铃铛最多者获胜 好 挑战 开始 我这边成功两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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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掉的不算了啊 两个 三个 这个要求什么呢 鞭子的准头特别的细腻 但非常的精准 杯子还不能掉地上 五个 还得把铃铛打到地上 哎呦 这个 颤颤巍巍的 这大鞭王 哇 我这边一个杯子还没掉 太棒了太棒了 成功力相当高 光成功力也不行 还有速度 因为五分钟的实现 五分钟之内 谁打掉的多 谁就是最后的获胜 好 漂亮 可以跳着打啊 弟兄你们可以跳着打 哎呦 大鞭王还能左右开关啊 哎 还能鞭王啊 就左右手都行 哇 没关系没关系 继续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个 现在大鞭王已经十七个 你看看他有多少个 我这边十八个 十八个 现在小鞭王暂时领先 小鞭王暂时领先 小鞭王暂时领先 一个 十九 继续 倒地时十个数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可以跳着打 四 三 二 二 一 停 我们来看一看 先来查小鞭王的成绩 二十二 二十二个 对 而大鞭王的最后成绩是 二十 四个 好 好 第二轮 结束 现在呢两轮是一比一战平 场上比分 一比一战平 那最后一轮就变得非常之关键了 好 吃道具 上新的道具 全胜局转盘上九个高脚杯上放铃铛 两人固定位置 在高脚杯不动的情况下 先打掉铃铛多者获胜 准备好了吗 好 挑战 开始 好 一个 我记这个大鞭王你小鞭王 一个 他也一个 两个 三个 两个 那个就杯子掉地也不算 两个 两个 打移动他没到你打他就不好 哎呦 就掉一个 继续继续 三个 三个 继续 鞭王大鞭王几乎来了 如果没有 四个 我这边三个 他那边四个 这个 姜还是老的辣 但是只有一个铃铛之差 小少年 挑战失败 但是我觉得也是虽败有种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十一岁 他都三十五了 等你到了三十五的时候 他早就退隐江湖了 我给你个建议 你拜他为师 将来他输了呢 也不寒碳 因为有句话叫做什么呢 叫师不必闲于弟子 没错 所以亲出于蓝胜于蓝 这时候没关系 将来让自己的徒弟赢了自己 就不寒碳 小心脚 你说呢 这个其实真的 你看到这么小小的少年 有这么好的成绩 你是作何感想 行 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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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将来能不能超过你 应该没问题 中国编王的他那个 有开十三个啤酒盖的那个记录 世界记录 对吧 你今天咱们这么大的机会 能不能在我们围场 再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呢 可以吗 试一下吧 试一下 来 好 上道具 来 好 在我们面前呢 已经摆放好了18瓶啤酒 那你的记录是13瓶对不对 对 但是他其实有个限制 我们刚才没有说 是一分钟13瓶 一分钟啊 现在他要一分钟 看看到底能够打多少瓶 一分钟之内挑战 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结果说明问题好不好 好 好 挑战 开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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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比评中 只是要求鞭子的准确性 而开啤酒瓶 就要对鞭子尖端的力度要求极大 它能否挑战成功呢 酒花四剑就可以 好 这准头啊 鞭子的尖端触碰到瓶盖的面积 几乎只能用毫米来计算 要在几米外把力度传到这微乎其微的尖端 比较大地增加了鞭子被更断的可能性 挑战者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 好 他这编子太厉害了 准备下来贵龙一边是 哎呦 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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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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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前三轮比拼 挑战者的体力已经相后殆尽 五 四 三 三 二 平 现在我们知道18平 现在上面打掉了 鞭子坏了 15平 鞭子坏了 鞭子坏了 把鞭子都打坏 14平 我看看 那个环坏了 这个环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环都给打掉了 这铁的朋友们 所以这鞭子的力量就多大 一共是14平 创造了新的记录 好 在此掌声祝贺 王晨飞挑战成功